台北市產業局推動台北好購推廣平台 將市內的穩創設計 永續ESG 生技健康生活良品 服務科技等優質產業的產品與服務展示出來 鼓勵各界有採購需求可以到平台支持中小企業 我們台北市一直以來非常鼓勵各式樣的產業發展 特別對於中廠企業甚至新創團隊 我們都希望鼓勵年輕的團隊 不管是發揮創意 運用最新的技術 提供好的服務 來不管招呼市民也好 帶動整個產業發展的動力 所以有兩個很重要的核心 第一 是要打造台北成為創意家友善城市 Founder Friendly City 第二 打造台北市成為以AI驅動的智慧城市 AI Driven Smart City 所以這是我們目前很重要的兩顆產業發展的動能引擎 而怎麼樣能夠打造成一個創意家友善城市 當然過去這段期間我們陸陸續續推動很多的政策 而今天這一項是很重要的一項 也就是我們鼓勵新創團隊他們勇於突破 能夠規模化走向國際 所以我們有所謂的新創三件 也就是促投資會人才促成交 也就是我們希望鼓勵大家能夠投資優質的新創團隊 我們也展開雙臂歡迎各方國內外的優秀人才加入我們優質的新創團隊 而第三個很重要的 我們希望能夠促進成交 也就是在新創團隊中小企業一開始草創初期 非常的辛苦 而往往他們很需要能夠有第一筆訂單 或者是有人能夠來使用他們的服務或產品 所以我們今天建構了一個這樣的平台 Tops 我們是取幾個字的第一個字 Taipei Origin Promotional Station Tops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平台 所以不管是讓採購方 讓供給方 都能夠透過這樣的平台 能夠更快速有效率的達到成交的目的 那當然我們也透過這樣的平台 讓更多優質的新創團隊 被大家所看到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 現場也邀請了很多我們優秀的團隊 而我們這個Tops平台主要放在五個面向 包括永續 包括生活 還有包括升級 另外還有包括很多面向 我們都希望能夠讓這些優質的銀牌 也結合包含聯合國STGS的指標 能夠鼓勵新創同時也符合 我們台北市永續發展 希望守護的實證願景 計畫還搭配獎勵機制 提供累積採購金額最高的採購方 與供應方可以獲得獎項與獎勵金 買越多賺越多 今天非常感謝市長能夠提供這個平台 讓這些想要買好的產品的人 想要買產品的人都有這樣一個機會 那我也藉這個 時間來介紹一下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大概是有300家上市公司 是台灣目前最大的上市公司的組織 然後我們大概是上市公司應該具備的 周邊單位都在我們的會友 就像我們的余季隆 安侯 科技事務所也是我們的會友 四大科技事務所都是我們的會友 我們金銅相關單位大概有10家左右 我們大概是以科技 傳統及金銅 那為什麼要跟大家報告這個事情呢 因為我們也是蔣市長的後盾 我們這個單位可以購買產品 相同的也可以投資 相同的也可以來跟大家來分享 如何中小企業變成一個上市公司 剛講啊 市場上面永遠充值的資訊不對稱 那上市公司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各界的教主 我們有最正確的資訊 所以不會讓大家走很多的冤枉路 創意者共創平台基金會到底有哪些類型的創業家 其實我們就是LMA台北搖籃計畫 在過去這三年我們已經在台灣 幫助台灣自己本地有好的題目 好的科技 好的產品 甚至好的青年來做各種創業 那我想今天這個採購平台的這個推出 帶給時候的新創作是一個更好的期待 包含我們第一期的多福旅行社 就是AMA第一期的創業家 那過去我們在談台灣的創業有多辛苦 如果我們沒有護國神山之外 我們沒有中南部的中小工匠 O2的這種頂級的中南部企業 那我們青年創業還有什麼機會 但是在這13年來 AMA特別要來計畫 我們一共有299位的創業家 他們都是來自台灣在地的 那其中我們也會分 他們有數位科技 也有生活服務 所以我想這對應到我們剛剛講的 市長的創業三支箭 還有在我們的領域裡面 我們都很期待 未來跟這個採購平台這邊 可以有更多的結合跟發展 那剛剛也聽到 我們有這麼有競爭力的這個協會 在後面作為300家的這個採購方 以及投資方 那我們也提到 我們的創業家族在這13年 他們也逐漸長大 所以在未來這段時間 我想在採購平台上 他們除了登陸自己的產品之外 更多也可以提供他們叫做 我們叫他們不叫一大代小 因為大是大企業的事 但是如果是創業家 他們叫老創可以帶新創 所以我們的這些有經驗的創業家 也可以成為這個平台上 可以提供幫助的業師 甚至更多的一些合作 我們現在大概有 超過二十幾萬的成員人口 然後呢 這個有超過六千家的企業 在內閣行會 然後我們這個 現在呢 我們也希望 這麼多的 營業額超過五兆 我想我們這裡呢 有資金 我們也有很多的人才 那因此呢 我們也很需要這樣的平台 我想我回去以後呢 在協會裡面 我一定要大力的推動 讓我們的協會的會員們 讓這些企業們 都能夠盡量加入這個平台 不管在上面採購也好 或上面提供他們的服務 或產品也好 那當然 因為我是從台南電子來的 所以呢 我們公司呢 也有很多優勢產品 我會希望 也把我們公司的產品 跟我們的採購 跟這個平台做一個很好的借接 台北好購推廣平台 開放註冊登入 歡迎登記在台北市的新創 與中小企業 參與登入成為供應方 讓更多政府單位 企業團體 法人單位聚焦 採購能量在平台 雙方都能成為台北好購 雷電贏家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